赵氏泪流满面 他眼皮颤动了几秒 然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儿爹 你没事就好 赵氏醒来了 他还记得自己 苏三郎心里安心了 这痛苦的一夜 赵氏熬过来了 赵氏又看了看 围在床边的孩子们 他心里充满了踏实和安定 苏小鹿露出微笑 亲手为赵氏取针 过程凶险 到底还是挺过来了 有关于那些记忆 谁都没分 取了针后 苏小鹿给赵氏喂下一粒药 然后就跟着哥哥姐姐们 一起出去了 苏三郎留下来陪着赵氏 我全都想起来了 二娘啊 一切都过去了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之所以能够 在那些汉匪手里 独闪其身 是因为 我身上突然长了很多浓疮 我浑身都在发烂 好多次 我都快死了 可又硬生生地 熬了下来 赵氏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他没有被人糟蹋 好多次